大家好,我是青老深寒 今天我们来绑一下挂沙残类活儿经常用到的一个绑钩的线结,绑绑 首先呢,把子线对折一下 放到钩饼处 然后呢,拿任意一根,这个拿哪根都没有关系的 任意的一根,然后呢,缠绕钩饼与两个线头 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 一般我缠六圈就够了,然后呢,这线头 这根短的很容易就拽过来了 然后呢,就拽这根长的 拽紧 可以用墙的辅助一下,这样钻得更紧 这样多余的线头剪掉 这样呢,就拽好了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这个线头跟大线的方向是一致的 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你在穿沙残的软耳的时候 它是从这边往上穿的 这样的话,没有线头在这阻碍 很方便就穿过去了 再一个说呢 这个线头还能起到一点背刺的作用 就像这种啊 看它的后背有两个刺 这两个刺的,这两个背刺的作用 就是为了让这些沙残之类的 霍尔软耳 不会滑下去 不会滑脱 就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绑法呢 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滑脱的作用 效果不错 你看懂了吗 这个是用尼龙纸线绑的 你看一下 能看到它这个线头的方向了吧 对吧 有这样的效果 希望这个绑法能为你提供一点点参考价值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是青岛深寒 我们下期再见 广郊各地钓友 共同交流海钓经验 共享海钓信息 分享海钓乐趣 我们不定期举办活动 赠送各种海钓用品礼物 还有活动免费获取深寒超低温冷贵 赞助举办海钓比赛 现向全国海钓玩家发出邀请 青岛深寒期待与您相识 请不吝点赞助